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利用SaaS编写高质量CSS系列课程 这节课呢,我们来主要讲一下这个自动化构建的一个知识点 这个和我们这个SaaS官网的一个实现有什么联系呢 因为我们这个SaaS官网呢,它这样一个项目呢,其实是一个基于H2M加这个SaaS的一个前端项目 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一些自动化的一个构建工具 来帮助我们更快的完成一些繁琐的体力性的一些活动 比如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要改代码之后,我们要去执行控制台命令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耗时的 第二个呢,是刷新浏览器,这个也是要耗时的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自动化的一些构建工具来代替 好,在开始这节课的内容之前呢,我们还是先简单看一下上一节课的一个内容 上一节课呢,主要讲的是项目创建 它包含什么呢?包含了一个web前端项目的一个创建方式 利用load的一个npm工具来进行一个创建 第二个呢,是compass项目的一个创建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本节的一个知识点 最后呢,主要是认识一下这个gap这个勾券工具 然后呢,是gap compass这样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是干嘛呢?就是来帮助我们编译这样一个SaaS文件 第三个呢,是browser sync这个呢,是刷新浏览器的一个工具 然后呢,我们来认识简单认识一下CSS3的一个新特性 好,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上节课的这样一个项目结构 好,看一下 上节课的项目,你项目结构里面的话 我们是以SaaS为,以这个为根目录 然后呢,直接创建了这样一个SaaS的一个目录 那真正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怎么去做呢? 真正的在开发里面的话,我们会这样来创建一个结构 就是说,把我们所有的 这个,稍微等一下,搜索一下 好,把我们所有这些原代码放在这个SRC里面 然后呢,好,这样子 这样子有什么用呢? 这样就能够进行直接管理我们这个SRC来进行一个代码管理 好,这个呢,我们一般是用get来进行一个管理 好,这样呢,我就不演示用get的一个过程了 然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一个前段的一个构建 构建应该怎么去做呢? 这样我就不去细讲它的一个原理了 我就直接说怎么去用它 对于GAP来说,我们只需要创建一个GAP file 然后呢,来实现它的一些内容就可以了 在这之前,我们还需要做一个操作 就是说,我们需要通过我们的NPM来安装 比如说GAP,然后GAP compass这些包 后面呢,给一个CVDV这样一个参数 这什么意思呢? 其他的意思就是说,把我们的这些依赖项放在我们这个Package.json的一个DVDependency里面去 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是我们开发时候的一个依赖 而不是这个项目本身的一个依赖 好,这个呢是借助Package.json这个文件来管理依赖项 真正的GAP file应该怎么去写呢? 好,我们就简单一点 好,这样子 这个呢是定义 去利用这个load的一种方式来获取它的一个对象 好 更多的我们就不再继续去讲 我们这儿,我这儿已经写好了 我直接复制一份过来 然后来为大家解释一下就好了 好,我们直接全部复制 这个第一部分呢,其实是引入我们的一些插件 第二部分呢,是设置它的这个默认任务 这个default是不可少的 当我们执行GAP的时候 它默认会去执行default这个任务 然后这个run这个的话它是执行 它是同步的来执行我们的这种任务的 看任务的名字就只需要提供任务的名字就可以了 Clean的话就是说把我们的这个dist这个目录进行一个清理 为什么有个dist目录呢? 也就是说我们每次在构建的时候 我们需要先把这个dist目录清掉 这个呢是来放我们编译好的一个文件的 另外一任务就是Compass 它呢就是干什么呢? 来编译我们这样一个SaaS文件 找到我们所有的这个SaaS文件 然后呢利用调用Compass来进行一个编译这个地方 好 然后呢设置一下它的这样一个CSS和SaaS的这样一个路径 然后再进行一个输出 HTM任务是干嘛的呢? HTM任务就是说把我们的SRC里面的这些HTM 然后复制到dist里面对应的一个目录下去 然后这个C5的话就说启动浏览器 这些呢具体什么效果 我们直接跑一下就知道了 好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细讲 直接跑一下 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我没安装 这个时候呢由于我们的这个pkgfile pkgfiles里面已经有这样一个依赖项了 所以呢我们可以借助NPM-i NPM-i 就能够自动把我们安装好这些东西了 这里呢如果这个仓库地址是获取不下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有办法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有办法 这儿先停一下 如果地址获取不 那我们可以修改仓库的一个地址 npm-config set-register 好 这样呢我们需要把它修改为HTTP的这样就可以了 默认的话是 默认的是HTTPs 然后我们只需要把S去掉 那么在这个地址的话是可以访问到的 那这样子我们就把整个的一个 这个依赖项给处理好了 这儿我已经有安装好了 所以说我只需要复制过来 因为这个安装的过程呢 会有一点慢 所以呢我们直接复制过来就好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里面的话就是我们这些 这些几个包 好 好 这个呢是我们 构建的一个知识 我们再跑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跑起来 注意看 写出我们的一个文件 然后呢 打开了我们的这样一个 浏览器 而且执行到我们的这样一个 设定的一个端口 看一下我们端口在哪设定的 这里 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构建的一个效果 现在的话我们具体的一个效果 还不是太明显 我们接着来编写 好 注意看了 这个时候呢 我在这个src里面呢 我们要创建一些文件 index 这个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sars官网的一个首页了 这个时候我们利用快捷键 html 冒号5 然后 table的话就能够创建好我们这样一个标准的 html的一个头部 这样一个结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title是什么sars 看一下 看一下 好 这样子的话我们把它的一个头部 就好了 就好了 嗯 直接保存了 保存了我们没做任何操作 直接 看 哦 因为这里的话我们是天降的文件 所以呢 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我们重新跑一次就好了 看一下我们这儿有没有什么问题 跑一下 注意看 我们这个头已经出来了 虽然我们这个是生效的 那这个呢 还看不出效果 我们再来 来随便加一点东西 比如说在这个玻璃里面加一个三个A 看一下 我们不用刷新浏览器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界面的话已经 直接就变成了我们想最新的一个效果 这个的话适合我们这个双屏的一个开发 当然这个 这边是单屏幕 是看不到 没有 看不到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个效果 好 类似于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 变改变 看一下 这边直接就变了 所以这样子的话 就非常有效率 那么这个是构建的一个用途 而且呢 我们免去了 输入Compass meaning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直接利用工具 帮我们来处理Compass的一个编译 SaaS的这样一个编译 好 这个呢 是构建的相关知识 好 这个呢 我课后呢 我会把整个这个model 打包的话都一起打出来 如果遇到哪些插件安装不上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 这种命令来处理 npm install 把包的名字 然后呢 我们可以 如果是有些不拆好安装的 我们可以加一个参数 叫msvsverse 这儿呢 这儿呢 我们一般用 看你的操作系统 我们这儿是温7的话 我们直接用2005就好了 好 用这种方式的话 很大一部分的一个 是能够安装成功的 好 这是这个 我们先把它跑起来 我们先把它跑起来 好 我们再来看我们的sars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这些部分 都是不用单 不用关 不用关心的 我们只需要关心我们的这个sars 这样一个目录 和我们的index.htammer 这样一个目录 这样一些htammer页面 就已经够了 好 之后呢 我还要提一下另外一个 东西 就说如果想对这个 Compass呢 进行一个配置的话 我们还可以 点开这个 进行看它的一个 详细的一个 一个内容 我们还是放大 因为屏幕不屏幕太小 好 这个比较慢 好 关于构建的 我们就说到这儿 接着我们来看一个 css3的一个 新特性 这什么呢 是渐变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 sars的一个 官网的一个首页 首先如果我们要实现它 我们先要看一下它的整个 整个的一个结构 从这个页面上来一看的话 我觉得有一个地方 比较吸引人 就是这条 有颜色的这条线 颜色在不断变化 这条线 这条线是怎么实现的呢 我相信大家肯定 各自肯定都有各自的一个方法 这呢我说一下我的一个 实现思路 把这里呢定一个DIV 然后宽度呢设置为百分之百 然后呢内部放几个小的一个DIV 然后宽度呢用百分比 来进行一个均分 均分之后 对每一个DIV设置一个背景颜色 好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一个目的就达到了 那这个是这个里面 这个在SaaS里面应该怎么去实现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在SaaS里面要实现这样一个内容 应该怎么去做 那这呢我们就需要 设置一个DIV 好注意了这个地方 教大家一些比较实用的做法 比如说这里颜色有1,2,3,4,5,6,7,7个 7个的话我们可以在这儿乘以7 看一下一个DIV里面有7个小DIV 这样呢我们给它指定class 就叫test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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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1 当然这个地方其实还有更快的方式 看到2 为什么要这样去写呢 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很方便的设置它的一个颜色 好 然后我们在SaaS里面来模拟实现它的一个效果 我们直接在这个闷里面去写 这儿 不管直接在闷里面写 写什么呢 当然首先肯定是我们这个test 然后下面是什么呢 这儿我们不需要这样麻烦 我们只需要 我们来用list 不应该用map 不应该用map list 什么呢 我们只需要设定它的一个颜色 比如说红 红 红 橙 黄 绿 青 我们随便载个来代替 男 子 好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list 然后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来用我们的 我们来用我们的for from one to什么呢 既然有七个我们就用slow7包含7 i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创建我们的一个样式了 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话是test 然后下面的一个conor 然后下面的一个conor 注意了这个地方i 然后宽度怎么来的 宽度的话我们可以定义一个变量 比如我们的叫wides 它是怎么来的呢 它就等于我们的7 A除以7 当然我们还需要用百分比函数 把它变成我们的一个百分比 好 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个宽度就有了 然后呢 我们的conor也是有的了 list i 然后呢 还有一个高度 是px 整个一来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这个test 还需要做处理 做什么处理呢 我们的test需要给它一个wides 百分之百 好我们看这个生成的一个效果 是什么呢 是不是已经有了这样一个 哦 因为我们没有引入 所以呢我们还要在这里进行一个引入 好 好 link 好 当然了由于我们的没有内容 好注意了我们这儿设置的是看一下 设置的是颜色 由于我们没有写内容 所以这个颜色肯定是不会生效的 所以呢我们需要使用 背景色 好看一下背景色 现在呢 看的话 已经出现了一个背景色了 为什么我们后面的没有出效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的第一个conor1已经把整个的给占完了 那这个是怎么去实现呢 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一个float属性 让它全部漂浮起来 那这样子的话 它就不会占据我们的一个宽度了 好看一下为什么没有达到我们的一个效果呢 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出第一个conor它有高度 然后到我们第二个conor的话 它就没有高度了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里面去找到一个答案 好 这儿呢是看一下 啊这儿看一下我们这儿 由于这个拼写错误导致了它这个class呢 是没有变化写错的 然后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成效 好 注意再来看这个效果 现在的话我们这个一二三四七个颜色条 就已经出现了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实现思路 这样呢我们还可以简单再优化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Length的话这个长度我们也可以定义成变量 然后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的一个 Length 然后呢 List 就说我们根据我们的一个颜色的一个数量 来进行一个 分配 看一下直接刷 那假如说我们这个时候 再加一个颜色 注意看 好 这样呢我们这个已经空白位已经运流出来了 为什么没变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HTML里面并没有支持这样一个颜色 好 由此可见 这样要实现这样一个动态的一个效果的话 不仅需要我们的一个样式支持 还需要我们的一个HTML的一个变化来支持 那还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做法呢 这个时候呢就要引入我们的这样一个 渐变的一个特性的 好 简单来实现一下这个渐变 这里呢我们也在这儿去写 Test2 好我们就不管它了 这个时候呢咱们去实现呢 Test2 Test2 Wides 然后呢 给它设置这样一个什么呢 Banground Banground什么呢 图片 这个图片呢 这个图片呢是用我们的一个渐变来实现 好注意了 这个呢是它的一个坐标 我们是从左到右 就直接to right 然后第一个呢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颜色 0% 就说从这个颜色 从0 然后呢到我们的 什么 在哪个位置呢 多长 这个长度我们怎么来定呢 就用我们的这样一个 Wides就好 这里面我们上面定义了一个Wides 好接下来 就不一样了 接下来是 橘红色 然后呢 也是有一个Wides 这个Wides呢就是说 从我们当前的这个Wides 然后呢 要到我们的 两倍 好 好 先简单看一下这个效果是怎么样子的 好 先简单看一下这个效果是怎么样子的 好 没有出现效果 为什么呢 我可以设置一个高度 我们这样来看 Test2 Test2 Test2进行了这样一个重叠 那 为了区分开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给它设计一个Margin 我们给它设计一个Margin 第二个呢是橙的 因为这两个刚好和我们Test1是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没看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要让它看出来 这里再加一个 我们就 不要 没按照规范写了 就直接简单点 好 注意看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两条线 第一个呢是红色 第二个是蓝色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往后写 然后把这样一个分割条完全写好 这样子的话就能够实现我们的一个 渐变的一个特效 也就是实现这条线的一个效果 好 这个呢是 这儿的一个内容 好 最后呢我们来给这一节课做一个 加一个作业 作业是什么呢 作业是什么呢 就一个 利用 SARS 特性 来 编写 动态 渐变 代码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利用SARS来动态的生成这样一段 生成一段CSS 然后呢实现这样一个效果就好了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下节课 你就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 感谢观看